纳粹党内军投资海因李西西姆来 是纳粹生育农场计划的主要负责人 尽管二战末期 他被英军逮捕后不久就服毒自杀 但他负责制定的纳粹生育农场计划 却在炮火中幸存了下来 这些纳粹秘密档案显示 纳粹计划在欧洲各国都建立所谓的生育农场 专门批量生产纯种的贾力蓝婴儿 尽管二战中有600万德国士兵死亡 但希特勒却显然希望通过生育农场计划 炮制出更多的士兵 希特勒计划一旦攻克英国 就在英国各地建立生育农场 逼迫成千上万名金霸必演的英国女人 跟德国军官交配生产雅利安后代 纳粹的生育农场计划 甚至定到了1980年 梦想到那时能炮制出1.2亿名强壮的雅利安后代 英国捷克吉日前前往法国境内 一个秘密的前纳粹生育农场进行采访 披露了众多不为人知的内幕 二战开始后 纳粹又在多个被占领的欧洲国家 设立了所谓的生育农场 迫使被侵占国的金霸女郎 与德国军官发生性关系 事实上 许多进入生育农场的女人都是妓女 还有一些是被穷困和绝望所迫的妇女 希望能挣点钱两家糊口 当时纳粹对他们的要求只有一点 就是必须金霸必演 纳粹认为这是生产纯种雅利安婴儿的必须保证 当时至少有八千名所谓的雅利安婴儿 以这种方式在欧洲诞生 纳粹元首希特勒为是鼓励 经常与那些雅利安后代开刀留念 直到最近 法国人才震惊地发现 其中一座纳粹生育农场 竟然就坐落在法国巴黎北部拉莫拉叶地区的 一幢十九世纪庄园建筑里 这幢庄园是由一个生产巧克力的百万富翁建造的 如今 它成了法国红十字会伤残儿童中心 像其他二战时的纳粹生育农场一样 巴黎拉莫拉叶附近生育农场的门口 当年也会有党内军士兵把守 进出都要受到严格的限制 文件显示 巴黎拉莫拉叶的整个生育农场 当时披了一件在德国注册的有限公司的外衣 在拉莫拉叶生育农场内 至少有180个 像英格里德这样的所谓雅利安婴儿诞生 当他们出生后 每个孩子都会得到一份假护照 然后与生母分离 被一个德国家庭所收养 如果生出来的雅利安婴儿 带有某些残疾和缺陷 那么生育农场中的护士 会毫不犹豫地将婴儿毒死或溢死 纳粹党内军投资海因李西西姆莱 是纳粹生育农场计划的主要负责人 尽管二战末期 他被英军逮捕后不久就服毒自杀 但他负责制定的纳粹生育农场计划 却在炮火中幸存了下来 这些纳粹秘密档案显示 纳粹计划在欧洲各国都建立所谓的生育农场 专门批量生产纯种的雅利安婴儿 尽管二战中有600万德国士兵死亡 但希特勒却显然希望通过生育农场计划 炮制出更多的士兵